我們看清楚中國的發展 防衛力和更新的能力 和系統 只能增加在區域的壓力 我們關心的軍力能力 讓國安局繼續採用 我們跟中國的方法都很堅定 我們歡迎強勢競爭 我們不想競爭競爭 尽管中共否认美国国防部与白宫人公开对中共试射高超音速飞弹的报道表示关切 日本也批评中共军事扩张 并表示将加强对任何空中威胁的探测跟踪和击落能力 英美金融时报称高超音速飞弹可以推动飞弹以大于5倍音速飞行 并有可能避开现有的防御系统 路透社报道美国裁军大使伍德周易也表示 华府担忧中共在高超音速飞弹领域的行动 例行的航天器试验 赵立坚18号称中共测试的并非飞弹而是太空飞行器 不过美国联邦众议员周日表示 中共的高超音速飞弹使用来自美国的晶片技术 他呼吁白宫快速行动 禁止中共通过军民融合策略获得美国的关键军事技术 华盛顿有报 4月报导说美国晶片为中共的一台模拟高超音速飞行的军用超级电脑提供能力 报导称中国飞腾公司的晶片是美国的两家矽谷公司 易华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和新式科技负责提供软体技术 台湾的台积电负责生产 对此台湾经济部长王美花4月份曾表示 台积电自身对晶片出口有严格管控 厂商也了解自身产品未在军用品上使用 新唐亚太电视高建伦张其林陈真综合报导 新唐亚太电视高建讯